今天青春旅行团将深入绍兴 开始一场文化之旅 今天我们的任务叫做人生排雾 啊我说我说吧 你到底是谁来 我是谁不重要啊 来 哎 超到天亮 没有你了 狗 什么狗 被打车椅子 摇摇 柯木一 柯木二 范熊熊一名二 我们将马上开始我们的终极任务 要把我们抓起来干嘛 好神秘啊 家人病重 十年没工作 被孤立自私 身容纷纷 家可归 觉得人生的挫折会有很多 生老病死每个人都会面对 我不能失去我的亲情 但我一直过去看 我去去救了 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王儿 今天又是你母亲 让你们来省元光标会的吗 不是 是我自己想出来走走 我一直记得 那 当年你我公话诗词的日子 都是我妈逼迫的 我知道错了 你还怨我吗 现在不怨了 当时我觉得你很薄情 但我现在 渐渐想明白了 你的人生 终究是听妈妈的话而已 这酒 还是当年的滋味 酒还是一样的酒 人也不是从前的人 他带你如何 这些酒菜 便是他怕我光累了 特意准备的 麻烦你见到他 替我谢谢他 即日能见到你 看见你很好 我就放心了 多保重 红苏手 黄藤酒 满城春色 功强友 东风厄 欢情勃 一杯酬绪 几年理所 错错错 春如旧 人空寿 泪痕红溢 焦消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蒙虽在 锦书难脱 暮暮暮 当爱已成往事 一切都追悔莫及 人生总是要面对 无数的选择 早上好 现在是去吃早饭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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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救我自己 救我自己啊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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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一个帅哥 我还愿意救我自己呢 这真不开眼睛 一看就有没有睡醒 睡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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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醒了又演技又这样是吗 救我自己啊 你早上就让我们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跳死我了 哈喽 早早早 大家都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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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清晨有畅心一天好心情 啊好喝 what's up what's up 你这一早上你一早上叫喊啥呀 what's up 哈哈 what's up guys 你这一早上你早上叫喊啥呀 就不见甚是想念 坐坐坐坐坐坐 没发现哥哥们都到了吗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你这样就不对了怎么不对了 吃完再说话你先吃吧 那你先吃快吃 都得吃啊每个人都要吃 我先吃一口 感觉今天白羽哥有点不太一样 穿的不一样 不对 哪里具体 他少了一个半永久性的东西 眼镜 对 对 对 我们有待会可以带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这是一起吃早餐吗 但是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谁准备的早餐 我谁做的啊谁做的 凯哥 不是我的 不是我做的啊 李永远是你做的吗 不是啊 哇贤惠本会就站在这里 然后他们在台上是谁做的 白羽是你昨晚准备的早餐吗 是是是 这么细啊 是 没办法 大家好 大家好 你说的 我是你们的中华小灯家 然后都是我做的 啊 谢谢 太贤惠了 你怎么这么眼熟呢你 我也看你很眼熟啊兄弟 这是我图班同学 好了好了 所以今天这一桌早餐都是你做的吗 对 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中华小灯家 我觉得用炕青酸奶给他们拌个水果捞也挺好 炕青酸奶真好喝 哇 完了 第一个我觉得我把它做成了发糕 感觉我今天的手忙脚乱 要噎这个饼 大家好 大家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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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就感觉了一堆的任务就来了 今天呢我们的任务主题叫做人生牌屋 现在开始你们所获得的每一张纸牌都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首先为你们发放三张相同的基础牌 分别代表着亲情友情和爱情 这三张怎么列 我们就开始 这一张纸牌是要用来去交换的吗 你现在去哪儿 好神秘啊 哎 那也有名字 我进来了 欢迎来到人生牌屋 请交换你的人生纸牌 你要把它抽走 对 接受不了 我一直过不去这个卡 活着是一种折磨 那我就在自己孤独活着吧 这三张怎么列 因为人生底牌有限 接下来将会进行一轮小任务 来决定选择人生底牌的顺序 本轮任务 需要各位青春领航员互换名字 现在请各位青春领航员互换名字 胡仙旭 胡仙旭 太好猜了你 完蛋了你 那我能不能换吗 你换谁其实都很好猜 换谁都行 我就换个男生是不是好的 行 你刚刚换的也是男生 对 这是我图班同学 图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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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那就锦言姐姐吧 我就换个男生是不是好 男生 男生 不是 锦言哥 好 已经确定了是吧 确定了 第一位 吴锦言 来 第二位 王凯 宋明瑞 李兰迪 白野 还有谁没被选 我没被选 他刚才选 好 我选你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一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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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游戏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不好意思 现在剩下9个人 开始 一 一 我删你是那个 不不不不不不哎呀 胡言许 胡言许 哈哈哈 人人不是胡言许 人人不是胡言许 我不是胡言许 你是胡言许 你是胡言许 哎呀 林雨林雨林 哈哈哈 来剩下8个人 321开始 1 我真快也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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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 1 你也能把他摆了 放开 我发现 我发现这个游戏只要不作声 就能活到最后 你到底是谁来的 我是谁不重要 你不敢再摆了 你是不是 你 我真快也摆了 你摆了 放开 他是李兰迪 范城是李兰迪 范城是李兰迪 再次说一下范城是李兰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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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不是 不是 多美洋 魏亚勋 范长生 王凯 李远 胡贤迅 李安迪 宋睿 这个方法 一 二 三 四 五 再见 我是最后一个妈 我是最后一个妈 凯哥还在那等呢 我 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好 王凯被淘汰 来 来 三二一 开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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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那李兰迪被淘汰啊 现在只剩三个人了哈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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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林允被淘汰 他们俩 哈哈 呜 呜 没了解 还有呢 潘长长和宋明睿来争夺第一名了哈 这一轮是比那个那个舌头看谁说的快的 那我就是占一定的优势 为什么 你在哪有优势呢 你白语很好赌 白语很好赌 人家是李兰迪面 人家还白语很好赌 你你这个嘴不帅你能你能难受死你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再来准备啊 三 二 一 开始 一边的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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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的队 哎 哎 反正让快一点哈 凭借着过人的记忆能力和反应能力拔得头筹 好现在我们人生底牌已经放到了这边的位置上 那么待会咱们按照顺序啊 每人选择五张不一样的底牌 才华 智商 善良 我这些牌我都不用抽 因为我都有 是 好那么就由我们的第一名的获得者范成生开始选择 我想想颜值只有三张 我先把颜值都拿走 只能拿一张 只能拿听懂规则吗 这么大数的听懂规则吗 那我拿个智商补补 哈哈 呃 你得选一个像那个 善良 原谅的勇气 原谅的勇气我觉得你需要 原谅的勇气我真的 哎你拿错了 啊 你这个爱人的能力 哎对不起 哎爱错了 哈哈 你还是原谅的勇气吧 原我原可以原谅你了 原谅的勇气你必须拿 还有什么呢 善良 坚强 好来请第二名 宋明睿 第三名林远 第四的李兰黎去选择 先拿颜值 才华 智商 爱人的能力 善良吧 我先拿个颜值拿走了 就是最后一个了 然后 善良 智商的 信任 原谅的勇气 我选一个智商 才华 才华 善良 两家的能力 第五位的王凯来选择 正义感 才华 信心 爱人的能力 善良 还要有 有 有 OK 如果拿不到善良那张牌 我也不想 我会劝你善良 哈哈哈哈 现在前五位已经拿完了 我们剩的底牌也不多了 大家伙呢 第六位 第六位 吴锦媛 来 你这啥 你不高估了你自己 你知道吧 就你 把你淘汰掉 把少的拿了吧 让后面的人选择更简单一点 一张了 善良拿了 牌越来越少了 爱人能力没有了 没有 我都选空了 那白云你只能选择坚强了 虎仙逊 到我了 善良 才华 养家的能力 信心 拿正义感 魏大勋 魏大勋 到我了 终于到我了 最后一张善良 劝你善良 每个人 没有善良 善良勇 善良 善良 这善良拿走了 养家的能力 原谅的勇气 再拿信任 坚强 好 来 还不知道女哥 还有段美杨没拿 陪我 一个都急了 没关系 还有很多 对 还有挺多的 你把爱生一张的都拿走 一张才华 可以 还有夏爱生一张 坚强也少 信心 智商拿走 养家的能力 宇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终于到宇哥了 宇哥我要你我就不拿智商 我不拿是啥 我不拿是啥 我真不拿 不拿 原谅的勇气 然后正义版 信任 坚强 信任正义版 还差点没忍住 信心吧 我觉得爱人能力我觉得大家都需要 爱自己也会爱别人 很需要 信心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太需要信心了 善良 善而为人 请你一定要善良 对吧 然后正义感 希望这个社会都有 我选择了坚强 因为我如果要是 坐在魏大星旁边 我要学会坚强 因为人生不是什么都是一帆风顺 所以我要学会坚强 我要懂得原谅的勇气 我要学会原谅 试图原谅身边的这种人 你身边做的凯歌呢还 他说那边 左边的人 我这一套就是 你这一套 我这套体系就是这样 我这套体系完全是奔着相濡以沫的恋人来的 你先是有养家的能力 然后彼此信任 然后有原谅的勇气 然后善良和坚强 就是坚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离开以后也要坚强 今天你头发的颜色有一点不太对 有点发粒吗 善良缺啥补啥吧 缺啥补啥 没有 没有 那你应该把善良放过去 再多拿一张之手 善良我是想给别人的 没看到你 现在所有的人我们都手中有八张题牌了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那么今天我们有十位嘉宾 所以我们的分组也会有所区别 那我们是怎么分呢 黑白配 黑白配 就是按这个座位分了吧 应该 就这么就分了吗 按座位就分了 那一排 这两个一排 其实呢你们自己已经为你们自己分好组了 就是你们刚才进到这个场地坐在餐桌的顺序 哦 我们分成两组 每组五个人 前五位一组的是 那第二组是 最大军 胡锦言 范成乘 白羽和邓梅扬 那第二组自然就是我们的王海 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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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身边有了小伙伴 手中有了人生笔牌 万十日俱备 请大家前往剑湖开启今天的青春之旅 我们出发之前和您唱听吧 好 好 唱听 青春怀游记 趁青春去旅行 美吗 尘尘 特别轻 我特别想自己喝一口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绍兴 你好美啊 太美了 哇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呢 就是绍兴的母亲湖 叫做剑湖 古代呢有剑湖八百里的美称 在这里也留下了非常多的有名的诗句 现在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船上的诗句 来 来 你终于可以说话了 再不说飘出去了 小曾公里够老之类 小曾公里够拿出去了 祝我会给 德马斯 祝我会给 德马斯 祝我会给 小曾公里够老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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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不懂 说的是绍兴话 是不是绍兴话 对 这个就是无浓软语 大家能听懂 刚才他朗诵的是什么诗吗 是李白的诗 不是李白的诗 路由的诗 也不是路由的诗 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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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不说周迅呢 故事大勋歌的诗 刚才他朗诵的两首诗叫做《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何之章 相音无改 闭毛虚 何之章就是我们少星人 李白作为他的望年交 也经常来到剑湖边回想自己的这位老朋友 今天我们就要在见证着李赫之交的剑湖之前 来完成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知音指挥家 来我们特别正式的 特别有仪式感的 喊出我们霸气的名字 我们是 蓝天白云 还可以 感觉这个名字很80后 80后你知道的 好像那种 以前那种Q女儿用的 你怎么又瞧不起我们80后 80后了 没有 80后怎么了 80后 不是 这是像我第一个用的QQ名 然后个性标签 三个问号 点点点 然后用那种沙马特的表情 那种 他头像 对头像 然后那黄钻 来我们凯歌组再来喊出你们的霸气的名字 我们是西药百香果 对不对 还有一个番茄炒蛋 我们是番茄炒蛋 大手烟情两个队分别派出一位代表来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游戏 叫石头剪刀布 这是我 来决定你们优先的选择曲库 行吗 你可以 来吧 小燕淑 我今天就制裁赢家 哈哈哈 小燕淑 我说剪刀 快点 石头剪刀布 漂亮 大片子 我觉得今天我做到了我这个标签 善良 智商没有 智商没有 善良有的 好的 那么根据刚才的石头剪刀布的结果 我们的西药百香果队获得优胜 接下来由你们优先选择曲库 柏莱雅的发光屏和一个蓝色的海星 选择不同的道具将决定不同的曲库 那就选这个靠我们进的 柏莱雅网红发光屏 我们还要继续发光 柏莱雅发光屏就代表着曲库A 那另一组就是曲库B 绝音指挥家 一位嘉宾天聚伴奏继续指挥 其他队员带上干扰耳曼进行演唱 成绩由现场电脑评分器打分 最终成绩更高的一组获胜 并且获得星星和人生笔牌 快 来准备 A B A B C D 跟我交流啊 跟我眼神呢 啥 跟我眼神交流 这怎么算啊 这里边太干扰了 我的锁骨在那里 闭嘴 我要变成万人命 来吧 我们开始吧 卡路里 太总 这些年 一个人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有过累 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过 真爱过 才会懂 会寂寞 不再有 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唱串了 一杯酒 开心了吗 一杯酒 那些日子 不再一杯酒 还没开心 等这么去 完了 跑了一段了 你不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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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看 我不用看 你不用唱 我不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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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 還有我 來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泪有过走 还记得坚持什么 有不过泪 有不过泪 没有你了 有过泪 有过泪 他操作 还会记得坚持什么 有不过泪 有不过泪 朋友一身一世 哪些清日的流泪 一句话一杯子 你准清一杯酒 朋友曾幸福难过 那些日子不在用 朋友一生是长 那些日子不在用 那些日子不在用 你在唱啥呀 歌词没了 朋友一生是长 那些日子不在用 那些日子不在用 在唱啥呀 唱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最后一 没了 一句话一辈子 一生心一杯酒 好听 我觉得大兴歌真的很专业 真的很专业 好的 接下来给你们一个小惊喜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刚才你们唱的歌 我们现场给你们录了下来 范晓你好好听 你好好听 你为什么不让我唱那句 过了 未知会好 我很难过 不要难过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 风也走 有过泪 有过多 还记得真是什么 马上滑掉 这一关才会懂 会寂寞 不再有 一句话 不再有是哪来的 怎么就不再有了 听自己唱完 你不难过吗 平时的训练都去哪了 不是我没听过这首歌 没听过这首歌 没听过这首歌 我觉得他们指挥真的很专业 就是都唱成那样了 还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走 他洋溢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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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 来 我们第二组西游百香果组 请来到这边准备挑战 兰迪 你看这里边 这歌里边不仅有朋友 你看还有灿烂星空 对 是不是很亮 是不是就像白到发光那种 柏莱雅网红发光瓶 你怎么突然Q广告了呢 你最近熬夜 你这个皮肤有点暗淡 用点这个 就一下让你闪亮起来 感受一下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肯定对你敏感的肌肤 也特别的好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全场最亮的心 来 我们开始唱 戴好耳机 凯哥加油 好 你们也加油 我们对的生死就在你手上了 来 宝宝 在我心中 曾经有一个梦 就是要把你只割舍所有的头 灿烂星空 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看人家 真的看人指挥你 别死了 哈 什么时候到门 到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通 但愿人间处处有爱的一风 你来 用我们的歌换你人心笑容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握手与众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见你不见了 怎么只有这才好 没有任何时间 成功 成功我命里的每一次感动 有心爱的朋友 你把我唱片了 我不要唱这家了 我再合唱 热情相拥 让博人心里留宗 心里留宗 来 继续帮我这样 你这里是什么歌 那个潘美国的那个 是这个吗 快乐崇拜 是 快乐崇拜 是 是这个吗 不是 不是 哇哇哇 哈哈哈哈 看我 哎 合唱是吗 不是合唱吗 干嘛干嘛 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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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加油 我 真心的梦 我 心里 都没有人 想拥有 我 我 看你谁一所思了 我 真心的梦 和开心的梦 在你我的心中 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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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我一摘下来耳机 就听了两点吼 我觉得歌好嗨 三十分 三十分 现在我们两组都已经唱完了 我来公布一下比赛 两组的得分 首先是我们的西幼百香果队 你们的得分是 75分 接下来是我们的蓝天白云小组 他们的得分是 68分 刚刚及格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比赛 我觉得这还是真正的问题 还有第二轮的比赛还是真正的问题 请我们的西幼百香果到那边暂时休息 请蓝天白云小组过来选择他们的第二首歌 好 我不当指挥了 我不当指挥 你们谁愿意指挥谁指挥 我来指挥吧 好 他指挥 可以啊 没问题 你们的队伍比较整齐 我们靠队伍取胜 我们蓝天白云队现场演奏 音乐 停 音乐来了吗 音乐来了吗 我这里边气氛可紧张了 啥 开始了吗 你看的我 unf CHARitted 抢队伍不需要 也没有 过了吗 我走 第一次看见你不太顺眼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 我们一个像夏天 一样像酒店 只能把冬天变成春天 关系绦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柏莱雅的小白瓶发光瓶一样让你闪亮 你怎么突然cue广告了呢 我告诉你 你最近熬夜 你这个皮肤有点暗淡 我跟你说 我给你喷点这个 就一下让你闪亮起来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相信我 走 来 低在手上 然后拍在脸上 快点 拍在脸上 对 感觉到自己已经闪亮了吗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全场最亮的星子 来 我们开始唱 带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谢谢 你是偏心吗 《夜空中最亮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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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空中最亮的心 能够记起 曾与我同行 消失在 消失在风里的沉淫 到拥有 一颗透明的心 走会流泪的一颗的心 进行走会流泪的一颗的心 请我再去详细的勇气 偶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像天空中最亮的雪 请记得我是他姐姐 谢谢 太烫了 我最想 想我 30分 我今天要死了 我就一身冷汗 来我来公布一下第二轮的得分 首先是我们西游百香果队 我们的得分是 63分 63分 蓝天白云队第二轮得分是 76分 好 好 那我们取取两轮的里面的各组的最高成绩 蓝天白云组它最高成绩是76分 西游百香果的最高成绩是75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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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星星小姐姐会为你们送上一颗小星星的奖励 来有请 爱就像 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突然冒风雨 无处独立 总是让人失了不及 那在获得幸运的同时呢 你们将会获得 选择人生笔牌的机会 我要情商吧 颜值 体验完了古人的友情之后 我们将体验的是古人的爱情故事 我们将一起前往沈元 圣青青春怀孽 圣青春去旅行 把自拉片看着 排队更吵更酷了 刚刚发现是怎么样 你指挥的累吗 我指挥的真有点累 但我觉得我们唱得特别好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 我们组的败笔就在你身上 第一句都不给我对口行 但是一直给我来回来去点 来回来去点 我以为 但指挥员真的好难 日出降花红圣火 蓝迪黑锅丢给我 我真醉了 但是我们还是赢了 刚才我们这个数据啥 有情有情 下来的数据 欢迎大家来到沈元 这个地方呢 到现在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因为诗人路由的一首拆头缝而成名 这拆头缝呢 就是一首讲述路由和唐宛爱情故事的诗词 欢迎大家来到沈元 来 里面请 这个雕像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到的主人公 路由 路由 对 路由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南宋的诗人 他的诗词的存饰量是非常大的 有一篇特别有名的是写爱情的拆头缝 就是写在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个沈元这个地方 讲述的就是他和他的第一任太太在沈元重逢续旧的故事 那么大家参观完了之后 我们就到后面去进行游园 这个真的挺壮观的 来 这边 多少年之后 他们在重游到沈元的时候 两个人重逢了 唐宛就预备了韭菜和路由来续旧 唐宛走了之后 路由非常悲痛 就写下了这个 开源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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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头缝 拆头缝 然后现在我们就前往剧场 是要演出吗 吃饭了 是可以挑自己喜欢吃的吗 好饿 我们平时中午吃饭也没有这么正式 这么隆重 这么有秩序过 今天是有什么任务吗 肯定有任务 肯定有任务 这不会是鸿门宴吧 有可能 所以吃的时候当心一点 不会是这里边下药了 然后一会儿下午就找解药去 喝点唱青吧 太辣了 好喝 好喝 解油解辣解腻 好好喝 唱青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似他 未来的 这是什么 奶奶 要么不和你的喜剧吗 我的一片心 天哪 是 一片笑吗 一片 Δ嘛 小虎 你看那女老师感觉好白啊 这都是发光的效果 你现在比我上次见你白不少了 都白到发光了 我跟你说 全靠它 是吗 给我试试 博莱雅让你发光 让我发光发亮 满满的小太阳 小太阳 木曳 米 巴黎 木曳 米 巴黎 完美 完美 走了 大家刚才看到的就是取材与拆头缝 那么爱情呢肯定是两情相悦 心有灵犀是最让大家所向往的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任务叫做 军心似我心 军心似我心默契考验 一组选出两人戴上隔音耳机 在不使用肢体动作前提下 一人进行关键词描述 另一人通过口型和面部表情猜测 累计达词最多的组获胜 又是这个了 就是跟之前一模一样 你没说话 这怎么说 数字 丁丁独立 一个菜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到底在说什么 那我们祖先上吧 你们祖先 你们祖先 我们人生挣大钱 我们人生挣大钱 好的 来 戴好耳机 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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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刚刚 你 我 魏大勋 哼 哗 哼 哼 哗啦啦啦啦啦 哈哈哈哈 以我 魏大勋 今天 刚才 哼 哈哈 三个字 三个字 哼 哗啦啦 哈哈哈哈 天气 我一定不说 魏大勋这三个字 我一定不说 魏大勋这三个字 哎呀 魏大勋的时候说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魏大勋说过 我说过 我说魏大勋的时候说过 哈哈哈哈 你嘴太快了 我实在看不清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第一期 魏大勋的时候 我说过 哈哈哈哈 雷 雷正宇 啊 啊 啊 我看了第一期的节目 继续 嗓子有点疼 呃 爱上了 抽响牌 对 四个字 成语 四个字 蜀蜴蜴蜴蜴蜴蜴 啊 掉以清新 瞬间 天下雷劈 天下雷劈 这是什么 爱上了 就喜欢 爱情 爱你 爱情 一切钟情 发小 麻辣小东西 麻辣小 点多吗 我的好兄弟 陈宇 齐心协力 齐力断筋 什么 原谅的能力 原谅的权利 背叛的感觉 什么 我不知道 开始 看我的嘴 叫什么歌 我家的门窗打开 我家的门窗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 请不要客气 你来到绍兴会有一个绍兴 欢迎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我忘了名字了 你先别看 我知道 你先别看 你先接着往下唱 唱高潮 唱到后面先有 这都是客人 请不用客气 北京欢迎你 我知道这首歌 但我就是忘了名字了 气得我 腾腾到时候傻了 这个歌你是不会的表情 我 我 我 你怎么 我 我倒 第一个字对了 我我我 牛牛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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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四个字 四个字 我 牛 握手 握手 握心肠 握心肠胆吗 我的 这是怎么转到 我 答案不重要 我觉得这家答案不重要 咱俩来吧 大勋 喝口唱青 轻松吻营 有 怎么说 说 范城城 六个字 什么 一二三四五六 七 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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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车 科目一科目二 范城城 爱睡觉 科目一 一名二 科目 吃不饱 男生这种感觉 范城城咋了 考驾照 范城城很高 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这个 啥 你的学生能力太差了 四个字 我自己 四个字 等会等会停 停停停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 白云没戴上眼镜 他看不见 哈哈哈哈 我的好 好我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四个四个字 四个字 你看你看成了成了 后面的两个字 后两个字 后两个字 白云戴上眼镜就不一样了 就升了一个level 歌名 歌名 什么 什么 王菲 凤飞 凤飞 王菲 王菲 绿色 绿王菲 哈哈哈 这个 这个放弃 这个放弃 我说不来这太难了这题 咱换吧我不喜欢 你怎么 不是 你又嫌太善了你是 所以你才想过去是吧 哈哈 这个是什么 修 不不 心心心心想要 不 换一种说法 心有灵犀 对对吧 对了吗 还是厉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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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哈哈哈哈 你是狗 狗 狗 臭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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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天犬 边墓 贵宾犬 这是狮子狗 啊 特别二的狗 一名二的狗 鸡毛 一只狗 鸡肉 狗 狗 口水鸡 没事总拆家 口水鸡 拆椅子 三个字 口水鸡 啊真的 哈哈哈哈 我拆得很近了 我拆到金毛了 你拆到太阳都下山了 你非常优秀 你太拆了我真的不 你太拆了 你太拆了 你非常优秀 蓝天白云队答对了四道题 来 有请下一组西游百香果队 好 来 我们百香果队 好 准备好了吗 开始 麻婆 豆腐 对 一个不好闻的东西 你算什么东西 这种好 好难闻 好吃 好玩 好吃 好吃 嘎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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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下 夜下 不是胡下去 是胡什么 不是胡下去 豆腐 你的菜肴 豆腐还有什么 豆腐 臭豆腐 是不是臭豆腐 臭豆腐 对 君子好球 水晶好角 水晶好角 秦勇美女 泡椒凤岛 君子好球 的上一句 十九号泡椒 我现在干嘛 水还挺烫 啥呀 急死我了 过 那个 手要背过去 你看我脚 脚看我脚 这都可以吗 这可以吗 没人吃死吧 三个字 叉叉叉叉叉叉叉 对 对 就是 就是 错 对 对 咱俩换了 我实在是脑力有点要炸了 之前 吴景岩猜过的 石头 石头 剪刀 石头 石头剪刀 石头剪刀 石头剪刀布 对 布是对的 第三个词是这个 第三个词是这个 布 不少 好难过 这么长的 不择手段的惆怅 一共五个字 五个字 对 能不住了 什么 第三个字 一 二 三 对 99岁再过一岁 是多少岁 交智商税 94了就是 就是再过一岁 她 她的姓 白语 对 第一个字 白 外的反应词 晚的反应词 外面 外面的反应词 外面 里 三百里 然后前面还有两个字 有和 剑湖三百里 对 对 这都能猜到 这都能猜到 因为我知道剑湖三百里 她说三百里 我想应该是剑湖三百里 有文化就是好 喵 喵 这是什么 猫 猫干嘛呢 雪猫叫 对 我们一起学猫叫 我们一起学猫叫 知否知否应试 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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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了了 吃不了你了 绿 什么肥红兽 对 知否 肥红兽 对 这都难不住了 她的口袭我都看到绿肥红兽了 诗人 诗鸡 刚写诗的那个诗人 陆游 第三个字是 马亲吻 刚那个 亲 陆游摸摸的 我 我 你 我喜欢你 你们俩干啥呢 我 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这个进展太快了 我爱你 我 你 中间那个字 我爱你路由 不是我爱你中国吗 怎么说我爱你路由了 你 杨 三生 杨 三生 你杨 三生 杨 狗企 狗企 什么 凯哥 凯哥 这关我屁事 老年人爱喝茶 爱泡酒 就是一个老年人 时间到 凯哥 脸笑得通 来 你休息一下 两个字 狗 什么狗 腿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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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四个字 四个 唱情 什么什么唱 一身唱情 全身唱情 蹦蹦 喜欢 爱 心 对 什么心 信心唱情 对对对对 你们赢了 哥 你们赢了 高手高手 我们来公布一下成绩 蓝天白云队总分四分 西游百香果队得分是七分 恭喜西游百香果队 你们获得一颗小星星 来请发小星星 谢谢 同时你们还获得选择人生底牌的机会 来美人一张 健康 我一直没有选过颜值 都有啊 谢谢 其实你可以不选 活乐吧 哪个健康 我拿艾丑 君心四我心的任务考核呢 已经结束了 相信大家对于路由堂晚的爱情故事 也了解颇深了 虽然说两个人最终呢 没有能够牵手百年 但是 志趣相合的两个人 也度过了他们一生当中 最自以欢乐的那段时光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一起前往蓝亭 去感受古人的那段 亲情故事 刚才那个游戏玩的深思历劫也是 下一拍要干啥了 说有一关有水 我们现在去的是蓝亭 蓝亭就是书法家王羲之 他居住的地方 就是相传是以前岳王勾建 在那里种过蓝 然后才起源到蓝亭 这儿的文化特别的深厚 就是又有陆游 然后鲁迅 还有王羲之 就感觉是一个培养文人的一个地方 选这个牌到底有啥用啊 我现在心里很慌就看到这个牌 我现在就是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多选几张还是少选几张 我一直觉得多了不一定好 这个点就是非常有名的叫取水流伤 流伤亭 当年那个王羲之邀请了他很多好朋友就是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叫做蓝亭亚集 你们手里拿的那个就是流伤杯 这个酒杯 这个酒杯流到谁的面前 停住了 谁就要做一首诗 停住了 要做一首诗 做诗 做诗 此刻来到刘尚平 我实在是困子不行 满萌都想的哭一叫 但是凯哥说 不行 这是什么 这边呢就是十八缸 王羲之就曾经在这个地方练字 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自己练的还不错了 就写了一个大字拿给他的爸爸王羲之看 王羲之看完之后呢是这个大字下面加了一个点 然后让王羲之拿这个字去给他妈看 他妈说 五儿炼进三缸水 唯有一点像西枝 是太那个点吗 对 就那一点像西枝 我叫王羲之 我爹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书生王羲之 不过 我可不敢先做那种就知道写专记消费父母的名字儿子 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超约我父亲的书法大师 我儿子练字的时候还是这么专注 这笔怎么都抽不走 妈 我都这么大了 你还玩我小时候父亲抽我笔那一套 妈 你看我这字 练了两年 两年之后又两年 现在都快六年了 为了超越父亲我一直在努力 用尽这院子里三大缸水都不足惜 快要为您来看看你最近的新作 我觉得 只要再多练一缸水 这是工作夫妇有心人啊 儿子 你看你这个太子 便会用你父亲书法的神韵 不不 即便是在他的名下 便是极为出色的作品 是吧 我这个今 哎 不对啊 这个字就是我爹写的呀 前几日我练字的时候 父亲看着这个大字 端详了好久 然后加了一笔 啊 是吗 怎么会 你说当年 我爹才练了几个月的时间 书法就大成 也不知道 我得练到猴年马月才能像他那样 调整好心态啊 儿子 这世上 有几个人能似你爹这样 妈 我决定了 这才三缸水算什么 王信之要用这十八缸水来练字 虽然我没有我爹那样的天赋 但是我相信 只有我够努力一定能弥补你 不顾这一切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请不吝点赞 这很远的 无法 像王羲之这样的大书法家 其实也是和我们普通的父母一样 在子女的成长道路上 作为指路的明灯 同时也作为守护者 所以接下来你们的任务 就是当一回守护者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西游百香果队获得了胜利 所以你们将会获得一个 畅清助力的优势特权 稍后我们在下面的比赛当中 将会揭晓这个特权 在游戏开始前 我要问一下大家 我们畅清的标准广告语是什么 答对的组就可以先行挑战 回答心 回答心的回答 深心畅清 答的不对 畅清 青春环游记 趁青春去旅行 感谢你们我们节目打的slogan 但是回答错了 美味清想 深心畅清 回答正确 恭喜回答正确 答案就是 美味清想 深心畅清 那既然吴景岩答对了 那么接下来就由蓝天白人组率先挑战 为你挡雨 赛道上分为 A B C D E 五个站点 A嘉宾完成 大呛鼻子转八圈后 拿到唱青 跑之必处 B点需将唱青孙奶 一饮而尽 并完成公主抱 蹲起唱三首 平盖关键字的歌 C点 A B C三人 每吃完一道菜 就将碗碟反扣 直到带有 关键字的碗碟出现 D点 四人各执绳子一端 控制毛笔 写出C点的关键字 全部完成后 跑向益处 拿起一把雨伞 为嘉宾益 撑伞遮挡 最后 一头顶的水将会砸下 最终撑伞成功者获胜 这个桶啊 有点低 范城尚你放心 我们一定救你 五 二 三 四 二的魔力 转圈圈 向前方 哈哈哈哈 一步两步 一步一步是早安 是魔鬼的步伐 是魔鬼的步伐 哈哈哈哈 摩山摩山 哼 是 哇 快快快快快 我去 快快 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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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妈好妈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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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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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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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 父亲跟爸有什么关系 一声要想到爸爸 爸爸 我为你做些什么 哈哈哈哈 爸 爸 爸 干嘛了 爸 爸爸爸爸 爸爸 爸 爸 老爸 你们去哪里了 爸爸 爸爸 你们去哪里了 到了吧 还差一首歌了 吃过慢些吧 晨晨对不起你 马上就来救你 范城让你放心 我们一定救你 这头有点歪 快点兄弟们 这叫爸子 你还好吗 我的爸 你还好吗 我的爸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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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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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这样啊 演员这样啊 来 来 想拍点吗 选哪个 随便选 吃了看 可是就换 不热 吃了 好 来 全球我们来了 先抓住 来 抓住 别过去 先占墨 先占墨 来 这样 要不要拉 起 下 撇 起 这边撇一下 这是什么字 不是 这是干什么 笑 笑 来 低水了 兄弟们 来 下面扒 写扒 往后 往那扒味道去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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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那快来 学伞 没事 它傻不了 赢了 它傻不了 赢了 财了 财了 我 不要 就是 对 不是 但是 你知道 早 哇 哇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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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型没乱不错 发型没乱 你命太苦了你这命也 这是什么 我今天就打这个伞出去好不好 哈哈 好的 现在请西游百香果队开始挑战 开始 哥回去转 回去转 回去转 到 看不到 妈 妈 哦 是上只有 有妈妈 有妈妈 有妈的孩子想快包 我们得先喝 对 妈还有什么歌 爸爸妈妈什么 妈妈 我也会这个 妈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队旁边 听妈妈讲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队旁边 听妈妈讲 那过去的是什么 你过去一分钟了 妈妈 还有什么妈妈 妈妈咪 妈妈咪 可以 走 那么刚刚获得唱清酸奶的一组 你们的任务优势就来了 当你们来到任务点C的时候 你们的失误只有另一组的一半 你们的字是什么字 你们是爷还是妈 爷 你们是妈 在碗底下写的是爷 不是 还没找到 你们找的是爷 每一个碗后面都有字 快找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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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写什么字吧 写爷 写爷 你走 你去看我往下滴了 你去看我往下滴了 上跑就行了 你去管都这么多 好 终于去看我往下滴了 碰绳不能碰锅 快 上来 老板 快跑 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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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成功吗 成功了 成功了 可以不 有了唱新 真的是轻松稳赢 经过这一轮竞争激烈的比赛 西游百香果队胡先旭被解救成功 最终呢西游百香果队获得了胜利 接下来呢你们还将获得的就是 选择你们人生底牌的机会 你们将获得一颗小星星 那么 西游百香果队就获得了 今天的文化宣推官的称号 恭喜你们 本期的文化宣推官的礼物呢 就是绍兴女儿红 很厉害的样子 哇 我羡慕吗 今晚还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等候着各位 现在呢 请大家一起出发 前往鲁家客栈 补妆之前我要先 补妆一下 补妆一下 我们需要放松一下对不对 好想念我的唱青驿站 终于有唱青小棚子了 一身轻松 你坐在这屋里 太舒服了 咱们是不是还有最后一趴 他最后那一下 是不是又是一个紧张刺激的游戏 我希望是那种就是 我想要唱歌 我希望唱歌 给我师哥给我安排上 我希望唱歌 他喜欢一个舞台 我们将马上开始我们的终极任务 现在你们可以前往 属于你们自己的私人空间 来吧 去挑战了 现在去哪儿 不知道 咱们去哪儿 最里面 那也有名字 这是我的名字 吴景妍 李兰迪 我现在浑身 全是鸡皮疙瘩 总有一种不是很妙的感觉 好神秘 胡贤煦 我来了 一个人坐在那里 就是那种恐怖的感觉 我感觉再挺吓人的 进去吧 我进来了 魏大勋 我来了 我前一去吧 再见 陈琛 你好 哦 你好 你好 请坐 你好 你好 请坐 哦 欢迎来到人生牌屋 这要搞什么 感觉好严肃啊 屋里有点热 您不知道吗 我开一下 冷静一下 那 我们现在要干嘛呢 这个叫人生牌屋 人生牌屋 发牌人会指引嘉宾 舔一段虚拟人声 每个人生阶段 有三张挫折牌 嘉宾任意抽取其中一张 必选择是否接手该挫折 若接手 则挫折牌 进入嘉宾卡牌之内 若不接手 则需使用 借两张起始牌 抵消该挫折 你手中的 是你今天所获得的 所有人生底牌 你可以将它拿出来 我觉得我今天拿到的 底牌都非常的好 哇 拥有了这么多 人生赢家呀 我当然希望这些 都是属于我的 但是不可能那么完美 爱人的能力是选择 善良 亲情 亲情 原谅了勇气 信任 信心 情商 好 那么这些卡片呢 代表了 你目前所拥有的人生底牌 我是你的发牌人 如果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 好 来吧 首先是你的童年时期 你还记得童年中 让你最开心的是什么吗 我应该是十岁生日那天 我哥哥穿不下的西装 留给了我 然后就还有心里不美 就觉得 哎呀 能穿一个西装 就觉得很有范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 然后我们住的都是窑洞 然后每天下午 我们就一起相约在门口 然后有那么一个地方 我们就一人端着碗面 在吃面 让我感觉是最美好的一个瞬间 那么 有三张童年期的措施吧 抽取一张 好吗 好 那我就选 中间的 C位 C位即满 出场 家庭经济破产 家庭经济破产 我们家没钱了 就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家庭经济破产 那如果你选择接受的话呢 它将会成为 你的这个人生底牌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呢 你需要用两张 你现在手里面有的牌来换 我能接受 我小的时候 我父亲因为 因为工作的原因 需要拿到钱去做另外一件事 但这个钱本来是有的 但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 这个钱就没有了 然后呢 父亲就 把家里的房子也卖了 借了很多钱 然后去干这件事 那会知道有件事 但是没有去多想 那长大之后 去回忆这段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那段时间 确实是很不容易 我觉得还是 爸妈把我保护得挺好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接受家庭 家庭经济破产 可以再来 一共三张是吧 三张 父母日常吵架 可以接受 因为就是童年也经常会这样 对 我觉得这是必不可少的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信任接受 对 不愿意 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接受 不太想过母日常吵架 我想换 用我的两张牌去换这个 对对 我想一想 用我的才华 可相濡一模的恋人幻 哇 因为我觉得才华真的太宽泛了 嗯 那我们把它去掉 对 嗯 那么我们进入到青少年时期 嗯 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吗 上自习课的时候 嗯 跟几个同学 就跑来操场 操场旁边有树 然后也刮着风 天气很好 我们就坐在那个树下 就聊天 抬头看着一下 就风一吹那个落叶王 就那个感觉特别好 好累啊 好累啊 就永远在减肥 在练功 在节食 在跑步 每天 感觉自己的练功衣啊什么的 就会湿一套一套全被汗水浸透了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发现 没 爸爸妈妈不管我吃喝了 变成了班主任在管我们 我没有反应过来 我自己要独立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自己就要独立了 人际交往的机会还是挺少 我永远都是在跟比自己大的人在交流 跟比自己最大 包括以前初一拍戏 甚至跟同龄人接触的机会 其实很少 那在这个阶段 你会抽到的是什么呢 对咱们 被孤立 被孤立 好 这个我也不会欢 我小时候也有被孤立的经验 我小时候性格蛮缺陷的 我们老师一直认为我这个精神方面有问题 觉得我有多重症 那个时候 因为老师真的是跟班里同学说 别再回去说话 不好学习 因为带坏 你 但我还是不太能理解 老师 为什么当初不是选择教育我 而是通过孤立我的方式 来让我成长 你接受它的时候 有一张牌一定会被去除 是知心知友 如果我们选择接受的话 那我们可能这张牌 他就会 你要把它抽走 对 这是一张很特殊的牌 它是一张相背牌 相背的牌 那我不能接受 这个牌 其实也在扎心了 你觉得清智基美好 其实就是身边的这些人 那如果没有这些伙伴的话 就没有我这个美好的记忆 就我现在想我青春期 如果被孤立的话 我当时肯定是接受不了 嗯 对 oh no 我要换两个 用其他的两张牌 去剔除掉它 我愿意拿相濡以沫的恋人和 波勒去换掉被孤立 我觉得坚强和信心吧 一 颜值和爱重 颜值吧 才华吧 拿走吧 那我们来看看青少年的时期 这也是三张牌 对 你要抽取一个 好 考不上大学 我想想啊 如果在我虚拟的人生里考不上大学 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困难吧 其实我今年本来应该去上大学的 但是可能就因为 这个时间点没有对好 因为在忙工作的事情 然后就没有太考虑学业的事情 我希望现在能够把更多的时间 能够投入在工作上面 对 因为其实 人生的路不一定只有考大学这么一条路 对吧 人生其实有很多 很多路可以去 去 行走 考大学 肯定要去经济 如果我大快30岁 我也回去再去考大学 我也不怕 不会害羞 或者怎么样 反正肯定早晚会去考 对 所以我可以接受这一个 不接受的太多了 哈哈哈哈 那么我们进入到壮年期啊 那壮年还好多呀 可能我30岁已经老了 或者说 对吧 然后我30岁 30岁在干嘛呢 哈哈哈 不定数吧 我也不知道我30岁在干嘛 对 未知的东西 那我们 看一下可能会 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行行 紧张吗 本来还不紧张 你就是一下子挪我两张牌 我听 丑 我完全可以介绍 我完全可以介绍 丑 留着就留着没 这发生 长得丑不可怕 心里丑最可怕 嗯 尤其是对于一个男演员来讲 我并不是说是 丑和美 怎么样 我觉得是魅力 来 进行选择吧 天哪 十年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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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假设呀 假设 这个太吓人了 嗯 正是精力最旺盛 创造力最丰富 然后胆也最大 然后就是什么什么就是黄金十年就是 是的 没有工作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人基本上废了 哈哈 不是自己的能力有问题 就是自己的情商有问题 嗯 你能力不好 你就干不了自己的活 你情商不干 就处理不好这个人际关系 那你的意思是 接受它还是不接受它 不能接受 我就选情商和伯乐吧 好的 好吧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用颜值跟智商吧 颜值和智商 对 那我没办法接受 智友 爱人的能力 十年没工作 嗯 十年没工作 但是有钱是吗 有养家的能力 是吧 这个其实跟这一张是相背牌 如果你选择接受的话 这张养家的能力就失去了 很残酷啊 这个游戏 很残酷啊 这个游戏 这两张花吧 不要了 不要这张了 恋人背叛 我没有觉得恋人有多么的重要 而且就算恋人要背叛你 你也是 没有办法的 可能 我的世界观里就是会觉得 恋人就是会被背叛的吧 我就 就这样呗 背叛就背叛吧 反正我有家人就可以了 所以那 本身你自己的爱情观是怎么样子的 有让自己变得更自私 学习保护自己那样 我因为我 从拍戏到出道前 一直都是被保护得很好 我不知道这个谈恋爱 会是多么新鲜 多么五光十色 多么的复杂 就可能也只有谈恋爱才能 就是让自己变得 垮 哈哈哈 人的一生啊 其实总会有不同的体验 嗯 你这么想是不对的 无论是恋爱还是生活 经历过挫折之后 你要学会更加的强大 嗯 要勇敢去爱 要敢于去尝试新的生活 老师你说的对 其实也应该努力面对明天 因为未来是在我们手中的 所以我要更积极的面对 才能让自己更优秀 努力 勇敢 加油 我们将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年过半百 五六十岁该抱孙子了吧 小小小丑 这次要不要不选C位 C位啊 C位 比亲朋好友多活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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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想 不太想 就会想那种感觉就 不太想 跟自己所有关系的这种 感情上的东西都不在了 就觉得没有一样 但是这一天 是有可能的 但是 现在不会去想 我现在想的是 就是会经历 但我每次想的事 都会把这个感受跳掉 那当然是不接受的状态 那如果不接受 您需要用两张基础牌来置换 带着眼光 善良 智商 坚强 恋人 亲情 换不了 就都 我觉得如果用这五张牌来换的话 那我就在自己孤独活十五年吧 就接受这件事情 只能接受 要不然没有这一舞接受 我觉得前面的这些事件 我也会过不下去 那您最终是选择接受的 我接受 家人病重 家人病重 这个不可以 这个家人重病肯定不可以 这个真的不能接受 我从小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就跟他们感情真的是非常非常深 但是我爷爷是在我初二那年走的 然后我当时是在期末考试 我爸就没有跟我说 等到我考完试一周了 他才跟我说 然后那个 他说 就是人吧 生老病死都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 而且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能特别 就是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然后特别安稳 哎呀怎么回事 就是没有痛苦 然后特别安稳的字 就是已经是他的 对他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幸福了 然后呢我就听我爸说 我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我说 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的 我爸说 爷爷走了 我当时我一下我就特别接受不了 那段时间我记得 我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都会哭着醒来 真的是 我也特别难以接受 其实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 但我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愿意可以 家人病重 愿意可以 生老病死每个人都会面对 无非早晚而已 那会儿我记得很清楚 是我爷爷病重 其实在病床上已经病了很久了 然后一直是在维持的状态 依然在这个世上活着 其实对我爷爷来说是一种折磨 所以爷爷当时走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那几天 确实是心里挺难受的 好的慢慢的也就释怀了 因为与其让他一直在受苦 而且我们所有该努力的事情 该经历的事情 全部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努力都努完了 但是依然还是 还是这个无法扭转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不要再跟他死对抗了 我觉得就可以释怀一点 释然一点 就是如果我有了那一天的时候 我不要经历任何的痛苦 你就让我顺其自然地走 我也可能会跟我的儿女们说好 你们也不要哭 也不要闹 我觉得人生在世吧 就是走一趟 该有的也有了 该经历的也经历了 该就是你觉得 你这趟人生你没有白活 你很满足 所以我觉得就 无所谓其他的了 反正我觉得每个人 要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 我觉得也很重要 这个吧 智商和才华 拿相如以沫的恋人和健康来换 走到这一步 我们的人生牌局 就要搞一段落了 这就是你的人生牌局的最终选择 我选择了这 我还觉得挺满意的 这是我希望的样子 完美的一生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幸福的 在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这几个 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牌 然后这几张牌 一张牌都没有丢 真的是 满意 虽然说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 但是我已经有亲情跟友情 我就已经很满意 其实都是一个理想状态的 我们现在聊的都是一个理想状态 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分析 其实说人还是得乐观地面对生活 积极地面对生活 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爱情观 友情观 亲情观 生死观 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到了最后 我没想到一开始就很 让我这么难以选择 对 人生就像这副牌一样 就不可能永远都是一帆风生 总会有一些 挫折 会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有一些不断的挑战 我觉得不需要气馁 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去迎接每一个挑战 一定要坚强 因为我们遇见很多事情 都是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做 或者是我们做起来觉得很困难的 但如果坚强这两个字来说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都好一点 我们都能度过 当你面对任何困境和挫折的时候 请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 因为你要知道 你所处的已经是最低谷 不会再低到哪去了 记住一句话 触底反弹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你 感谢你 辛苦了 感谢 谢谢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真的 谢谢老师 又上了一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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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来了 说不算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但总体是很满意的 感觉很奇妙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三亚 真要好美 感谢能力小观 往中国蓝TV 新浪娱乐 富皇娱乐 中国新浪娱乐 人民网娱乐 新浪娱乐 环球网娱乐 网易娱乐 中国娱乐 中国金链网 中国商业网 阿斯斯网 三个月娱乐 中国娱乐网等网站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感谢新浪新浪过端 网易新浪 富皇新浪过端 杀格新浪过端 百对APP 速过高速热热器 兴趣不乐 闪闻 新浪视频本平台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大理 不行 我不行 那你跟你父母说过 你这种感觉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我说不出口